我比蔡英文資深很多很多很多 嗆霞在民進黨比蔡總統還資深 美麗島電子報董事長吳子佳會這麼生氣 都是因為他被民進黨開除黨籍了 吳子佳有污蔑民進黨嗎 我剛剛講了嘛 雷霆與雨露一力是春風 我們是在鞭策民進黨 說自己愛資深 責之切 但民進黨洋洋洒洒列出七大罪狀 包含對總統執政團隊的不當發言 大選預測總統得票不理想 以及517大停電政府都在騙 最後還有跟國民黨的羅志強 張亞中合體 讓中評會決定開閘 被點名的覺得莫名其妙 民進黨也發出聲明 強調跟派系沒有關係 吳子佳的違紀事實明確 出席的評委一致通過開除 有人就擔心常常對政府有意見的 民進黨立委高嘉瑜 和前立委郭震亮 會是下一個開刀的對象嗎 郭震亮跟高嘉瑜 他只是批評而已嘛 那我是直接是爆料的啊 蔣南帝的你民進黨人貪污啊 我就爆料你民進黨貪污 就這麼簡單一件事情啊 笑說自己是核彈籍 一個開除黨籍 似乎掀起背後的波刀洶湧 TVBS 新聞珠光寶 韋佳琪 台北采訪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YouTube頻道 TVBS 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